今次介紹的單位就是最近開始入伙的鹿兒芽園 其實這次鹿兒芽園的單位 聽說間隔也挺實用的 這裡是兩房單位 大概600呎 你見到廳也很大 我們唯一做的間隔改動 就是把廁所門和小朋友房的房門 讓裡面的空間更好用 其實在不擦場的大前大下 想增加空間 其實要改造廁門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廁門之後 在浴室裡面的空間就會大了 不會掩門頂住座廁 所以廁所沒有太大的改動 只是按護著生活需要換了三門的鏡軌 其實看到現在客廳也很闊落 因為少用了高薪櫃 所以感覺上比較開揚 你見到這個單位在圓關進來的時候 也有一個很美觀的景觀 採光度也非常好 所以我們專門不做一個高薪的電視櫃 遮蓋整個景觀 圓關位也是同樣的做法 這次圓關我們特地用了半腰櫃的設計 因為如果用高薪櫃的話 這個圓關就會有一個很長的狹窄走廊的感覺 我們用了半腰櫃和下面的滲燈 就會減退壓迫感和圓房的感覺 客人也有拜神的需要 我們在圓關位也做了一個神偶 傳統中式的神偶 都是紅薄薄的 很深色的 很難融入在現在的很 modern的設計 我們也在白色的位置 都是一些手抽位 可以拉出來 可以放一些製製用的製品上去 我們的儲物空間 主要在飯廳的高薪櫃 還有在主人房的地台 我們要特地讓客飯廳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讓客人的小朋友可以玩 飯廳高新櫃門用了放射線條 有拉高的效果之餘 還可以呼應對面廁所拖門的圖案 飯廳高新櫃旁邊擺了一個獅子櫃 中間位置還可以做一個小的pantry 同時還可以減低飯廳的壓迫感 所以拖門大衣櫃就放在對面 為了保持房內開揚感覺 衣櫃旁做了四層的玻璃層架 其實看到房間只有這個位置 是否把化妝桌和書櫃融合一體 其實這個位置我們是把化妝桌 書桌和電視櫃融合在一起的 因為護主會在這裡掛電視 而我們這裡做了一個反鏡 讓太太可以在這裡化妝 小朋友房內 護主就特別選用清深湖水藍色 設計師就用客飯廳的木色和白色去配搭 最初設計上樓梯架床的梯 會放在床的正面 但考慮到出入會不方便 所以改放在衣櫃的旁邊 再轉用一個層架的款式 為了更加安全 旁邊再加多了扶手 上樓梯移座位之後 還可以看多了窗景 房內的採光都更加好 另外房內用了不少的弧線 一來少點尖角安全些 二就是會看起來更加得意 設計師都考慮到 小朋友大覺之後 衣櫃裡面的儲物方式需要改變 所以除了兩條掛通之外 都有做到移動式的層板 小朋友房內都有不少的儲物空間